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加勒比海某群岛的大总统 想知道承包一整片海洋 是怎么样的体验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走进 海岛大亨们的日常生活吧 作为一款历史悠久的系列大作 海岛大亨6首次引入了群岛地形 和一些新系统 不过在核心玩法上和前端呢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玩家将扮演大亨6 岛屿统治者 拥有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力 从殖民时代开始 规划领土发展产业 一路经历世界大战冷战 直到进入现代社会 如果你紧抱着娱乐之上的心态 来玩这个游戏 那自然可以随今所欲的去做事 无论是当个战争狂 需引发战乱 还是为了利润将民众压榨致死 只要你能够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 就能自以万为的体验 大独裁者的生活 但若想当一名合格的统治者 必须熟记五位一体发展布局 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多方面入手 稳中求进的管理国家 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自然是重中之重 造房子需要花钱 给岛民发工资也需要花钱 而我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 贸易出口和建筑收益 外国援助和外派侵略 则能帮助我们缓解财政赤字的燃眉之急 玩家可以从农业 畜牧业和轻工业起步 出口货物赚得低桶金 进入战争时代后 逐渐发展重工业 造船造车炼石油 等到了现代 就能够建造办公大楼压榨设处了 除此之外 娱乐产业和旅游产业也是赚钱的好选择 不光观光客会在岛上消费 经常给自己放假的富裕岛民 也会把工资放在吃和玩乐上 游戏中的政治元素相当复杂 既要掌外又要安内 外有超级势力对你指手画脚 那有多个派系对你提出各种要求 时不时来场侵略或者动乱 让玩家体验下本作不仅模拟经营做得不错 战争场面也是下了功夫 大力发展军事虽然能够快速平息战争 但如果你的民众满意度太低 说不定下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直接投反对票让你下台了 所谓国以人为本 人民幸福度是对玩家经营水准的直接反应 也是你维持统治的根基 游戏中有工作信仰食物自由等八种幸福度 一旦幸福值过低 这些刁民轻则浑水摸鱼 不去上班 重则偷鸡摸狗沦为罪犯 随着AI设计复杂化 游戏里的民众也变得更加的难满足 有玩家为了布局美观 把住宅区和工业区分开规划 结果这些岛民放着好好的递不住 偏要在工业区里搭建一堆平民窟 极其的影响城市美化 而不究竟建造娱乐设施的后果就是 虽然区域娱乐只已达标 但某些员工一半时间上班 一半时间去玩的路上 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发展教育和文化产业在前期 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 但进入世界大战时期后 基础教育就要跟上了 不仅新兴产业对学历要求变高 如果政策规定军队成员至少有高中水平 军营叛变几率也会变少 图书馆等建筑更是能够生产研究点数 可以用来解锁法令 升级建筑模式 和前作相比 本作新增了两个反应海岛音案面的系统 一是玩家会收到来自各种前客的请求 简单的 有在一个岛上建个房子 严重的有允许超级大国把海岛当成核实验地 完成请求后 就能获得一笔汇入你瑞士银行的资金 同样的 这些前客也会为你提供一些 只要花钱就能买到的援助 这个新系统让前作中 存在不强的瑞士银行 变得更加有意义 侵略系统则允许你搭建海岛湾 各种兵部队 间谍学校和网络控制中心 在案中完成一些寻宝掠夺 入侵他国 甚至盗取国外著名景点建造图纸的任务 新的系统加入 已让任务模式玩出了更多花样 夜海盗之王为例 由于此岛屿多山 很难发展工业 既然没有办法自给自足 那就干脆抢好了 不过游戏的复杂化 一方面提高了上手难度 一方面还让游戏里的经济更容易失衡 只要选择最赚钱的产业 利用好法令 研究和侵略系统 很容易就能获得大量的金钱 本作采用虚幻引擎研发 在画面表现上更进一步 但可能出于优化考虑 拉近细看还是略显粗糙 除此外 游戏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瑕疵 游戏中很多文本无法正常显示 虽然相信后续更新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此明显的质量问题 还是严重影响了首发玩家们的体验 海盗大亨能够做到第六部 以验证其充足的游戏性 虽然时常抱怨千辛万苦养出一群刁民 但也正是这些刁民不断提出需求 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短期目标 让每次游戏都充满了变化 海盗大亨6 7.8分 瑕布掩鱼 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请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 如果你对M后续发展 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也可以通过评论或者私信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最大的动力